那我來告訴你以下這七件事情 如果你都可以接受的話呢 歡迎你現在馬上就可以整理行李搬來曼谷了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塞車 我覺得如果你沒有體驗過曼谷的塞車的話 你可能不懂什麼叫做真正的塞車 曼谷的塞車真的是相當的崩潰 有時候你可能早上去上班就要塞一兩個小時 然後晚上回家又要塞一兩個小時 整天你就要浪費三四個小時在塞車上面 那你可能會問我說 總有不塞車的時段吧 有有不塞車的時段就是凌晨 大家在睡覺的時候就是不塞車的時段 只要在正常的時間下呢 都有塞車的可能性 而且我覺得最難過的塞車就是呢 你已經看到你家在對面 但是你就塞在那個回轉道上 然後塞個十幾二十分鐘 你都沒有辦法回家那樣真的感覺相當的傷心 就覺得有家歸不得的感覺 那第二點呢就是想喝酒就喝酒 沒門 在泰國呢你一定要記得一組很神秘的數字 就是一一之二 五之一二 就是上午的十一點到下午的兩點 然後還有下午的五點到午夜的十二點呢 是合法買酒的時間 只要超過這時間 一分一秒的話呢 各大超市 7它們都不會賣酒給你 而且有時候要是遇上佛節的話呢 它是整天敬酒的 所以來到泰國之後 你要知道豚酒的必要性 不過這邊我可以偷偷告訴大家一個小秘密 就是如果你們真的有一些突發狀況的話呢 第三點呢就是醫療櫃 以前在台灣的時候呢 想看醫生就去看醫生 沒有負擔 但是在曼谷的話呢 就需要三思而後行 但大家可能會說 公司不是會幫你們保醫療險嗎 但有些公司 它幫你保的是公家醫院的醫療險 那公立醫院跟私立醫院呢 在泰國是有一點差異的 那這邊我就不多說 不過呢 像在曼谷有錢的泰國人呢 一般來講 是不可能去公立醫院看醫生的 他們一定會去私立醫院看醫生 而且是會去指定一些有名的私立醫院看醫生 在這些有名的私立醫院看醫生呢 不只能夠獲得比較完善的醫療照顧呢 也是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 那我上個禮拜呢 就真的很不恰巧 剛好去了一趟急診室 那我到現在都很後悔說 為什麼我要這麼衝動 去了這間有名的私立醫院 好那我現在就直接公布我的帳單給你們看 那那一天呢我剛好就是頸部喉嚨有一點問題 那他幫我照了一張正面還有側面的S光 藥價是1400塊泰銖 那他幫我噴了一罐藥劑 那這罐藥劑呢他噴了大約兩下 價格是300塊泰銖 然後還有那個急診室的醫生的費用 那醫生來看了我兩次 一次就是問診的時候 一次就是解說S光照片的時候 藥價是800塊泰銖 總金額是2500塊泰銖 你就覺得你好像沒有做什麼事情 然後那天晚上就只是去了一趟急診室 然後2500塊泰銖就這樣 發 蒸發了 那我現在可以給大家一點建議 就是如果你只是一些小病的話呢 你可以去藥局問藥師說 欸我有這些症狀 那可不可以推薦我一些藥 一些成藥買來吃 或者是你就記好你的常用藥的藥名 然後直接去藥局買藥就可以了 因為有時候呢 這些藥其實跟醫院開的是一樣的藥 只是醫院貴就是貴在有一些雜項 然後還有一些診療費用 但如果你的症狀是相當的嚴重的話 那務必一定要去醫院看醫生 就算再多錢也要花下去 第四件事情呢就是走路要小心 在曼谷好像沒有什麼路評專案 或者是什麼人行道的規劃 有時候走路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像在參加什麼障礙賽 就是你往前走遇到障礙物 然後彎 然後往前走遇到障礙物 然後跳躍的感覺 推進去 追進來 追進去 追進來 追進去 追進去 … 追進去 追出 追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你也不知道那电线到底是有通电还是没有通电 所以有时候你走路就是要这样小心一下稍微低头一下 那这个电线呢确实在曼谷是有发生过意外的 就是整团失火 所以是真的要小心的 而且这两件事情呢我都有切身的经验 一件事情呢就是路不平 我曾经呢在走路去上班的路上 那前面刚好有一个障碍物 我就想说好我就微微跳跃过去好了 但没想到对面的磁砖是被挖掉的 那我的脚底板就直接砰 砸在上面的一个石块上 当下我真的以为我的脚底板裂掉了你知道吗 巨痛 就为了这个伤呢我整整医了一年 然后那一年之间呢我常常是掰咖的状态 所以你真的走路在曼谷要小心 那我自己呢也真的曾经在曼谷的街头触电过 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是泼水节的时候 然后因为很累嘛 然后我就突然间靠了一个东西就突然间被电到了你知道吗 还好那不是什么高压电要不然我当下就byebye sayonara大家 因为曼谷街头的电线常常是外露的 那你也不知道哪一段电是真的有露电的 所以看到有一些导电体或者是什么招牌 尽量都不要去触摸或者是依靠 不然就会像我一样触电 尤其是夏天或者是泼水节的时候更要小心 第五点呢就是慢 虽然曼谷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但它的节奏相当的慢 以前在台湾它的节奏可能是这样 棒棒棒棒棒棒棒 但是在曼谷的节奏可能就会是 棒棒棒 就觉得好像一切都上了一个slow motion 那如果即兴着你呢 刚来的话一定会很想生气 就像我一样 我刚来也是很急性子 然后就很想生气 就觉得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这么慢 但久而久之之后你就会发现 算了真的是急不来 因为就算你这个环节快了 但下个环节有可能又再被拖满 所以不如就放宽心吧 好好的享受当下 但也因为这个慢 泰国人比较容易迟到 有时候如果你跟你泰国朋友约4点 那你就大概准备一下 4点半出门 5点再到就可以了 因为他们节奏就是很慢嘛 所以迟到的几率就比较高 不过这个快慢之间呢 还是需要你跟你自己的泰国朋友去抓一下那个时间感 要不然呢你有可能会真的等很久 第六点呢就是一下雨就淹水 不管是下什么毛毛雨 午后雷震雨 最可怕的就是那种下了一整夜的雨 隔天出门不夸张你就是开船了 因为那个曼谷的街道呢 可能淹水就会淹到 你在开车的时候呢 旁边溅起的水花就很像你在坐船一样 那有时候呢淹水会淹到 计程车都不愿意载你 因为你可能要去的路段呢是相当淹的 那可能会淹到它的那个排气孔 所以它情愿不载你 也不愿意冒着这个他们车子可能抛锚的危险 所以呢以后你看到曼谷市下雨的时候呢 就尽量不要出门 要不然会很崩溃 尤其是一下雨的话呢 外面就会更加塞车 比平常的塞车再更加距 所以呢会非常的可怕 能不出门真的就不要出门 要不然你出门过一次之后你就会觉得 就会真的吓到 好那第七点呢就是生活相当的乐天随和 上述遇到这些问题呢泰国人都可以以一种很乐天很随和很幽默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困难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泰国人的一点 那他们也都可以在他们生活中找一点乐子 找一点快乐 比如说像我去结账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看到柜台的小哥 他是榜应跟冲天炮头跟我结账的 就是他们很会在他们平凡无聊的日子里找一些快乐 找一些幽默 这也是我最喜欢泰国人的地方 就是整个氛围就是相当的欢乐 这也是我为什么可以包容以上这些缺点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住在曼谷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的氛围 而且泰国人也常常说 快乐或者幸福就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那听完以上这几点之后呢 如果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话呢 就欢迎你现在马上搬来曼谷跟我当邻居吧